花莲县传统举重强权三名国中在今年的举重成绩相当亮眼 拿下了二金一银一铜 校长林国元教练詹依然 先议员高小成 伦山村长宋辉国等人都前往四名选手 家中贴红棒棒鞭炮也发放奖金 一起来见证选手们的好成绩 三名国中在今年全中运举重成绩相当亮眼 拿下二金一银一铜牌 校长林国元教练詹依然 先议员高小成 伦山村长宋辉国等人前往金牌柯冠亭 江静怡 银牌洪俊熙 铜牌黄欣颖四名选手家中贴红棒 放鞭炮也发放奖金 一同来见证选手们的假金 更好的成绩来呈现在大家前面 特别恭喜他今天来这边 这两位是本村伦山村的子弟 能够在今年的全国全中运举重项目 拿到金牌 这真的是轮山之光 教练对于选手们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因为平时练习都很认真 这次比赛都有拿出水准之上的表现 平常要求他都有做到 而且包括在比赛场的那种稳定性很够 所以才有办法可以把这几面金牌把它稳住 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加油 希望他们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成绩发展 选手们对于这次比赛成绩都表示 还能够更好会继续训练突破自己的最佳成绩 再辛苦都不喊累 两位金牌选手就在轮山 村长感到特别开心 也很感谢三米国中认真培养 让部落的孩子能够发挥所长 打造自己的舞台 教练张依然也期许选手们能在每个比赛 这一创夹击将金牌通通留在花莲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 你怎么改变 你的 你 你